今天我们来做充满南瓜香的造型南瓜馒头 120克的去皮南瓜 加入120克温水 盖上保鲜膜 微波炉加热3分钟 放入搅拌桶中打成南瓜糊 放凉备用 300克的中筋面粉中加入3克酵母 再放入冷却到室温的南瓜糊 先用筷子搅拌成大面续做 您可以适量的加水或者面粉 来调节面团的软硬度 用手把面粉揉成团 移至案板上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 再分割成大小均匀的9个剂子 每支大约55克左右 把每个剂子都搓成圆形 取一个面剂 按扁 用擀面杖 擀成直径15厘米左右的圆形面片 擀成直径15厘米左右的圆形面片 折叠找出中间线 用刀对切 再二次对切 三次对切 一共切成八份 把每个切成的三角形面片堆折起来 三角的边不能粘在一起 不然层次就不明显了 用筷子从三角形的中间压下去 把面片竖起来 再用一双筷子从中间夹一下 用手捏住三角形的顶端 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选择至每层分布均匀 最后 用细擀面杖 手指或者筷子 从中间位置压下去 把四周往里按压整形 也可以用擀面杖 把中心点调整一下 使层次均匀好看 一支漂亮的南瓜生胚馒头就做好了 放入蒸笼中 盖上盖温暖处发酵 当看到面胚体积变大 按压立刻回弹 放入水烧开的蒸笼 蒸12分钟 关火焖5分钟 香甜的南瓜馒头就出容了 颜值超高 取一个馒头 用手逆一捏 马上回弹 蓬松轩软 虽然馒头里没有加糖 南瓜天然甜味和香味 充满了你的口腔 太满足了 如果您也喜欢颜值糕的馒头 就也做起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